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晚安 我是蕭川老師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的財源廣進 台北股是昨天大漲 不過今天是比較屬於偏整理的狀況 跌幅不中 可是你從今天的盤你會發現到 市場上的人氣是潰散的 因為量急縮 那從市場這個走勢來看 大家不知道未來走是怎麼走 那甚至於也不知道到底主角在哪裡 所以大家都在觀望 那到底台股它未來的方向怎麼去看 那到底這個地方該怎麼去做 待會兒我會很詳細跟大家做解說 好不好 我們先來看今天的盤 今天的指數從早盤 幾乎在平盤附近 就一直在震盪 那盤中其實那個高低點不到50點 那最後一盤的時候 殺了20幾點下來之後 中場也不過是跌45點 跌幅不中了 可是你從成交量來看 今天連1500都不到 會不會太誇張了 他都不知道要怎麼買 也不知道該不該進場 那最主要的原因在哪裡 是因為昨天美國股市開高走低也就是說 你台北股市到底未來會怎麼去走 那我覺得這一塊我們還是先從美股的角度裡面 我們來去做研判好不好我們仔細看 昨天的美國股市開高走低 中場跌了1.6%對不對 那美股昨天為什麼跌呢 到現在為止你會發現到 之前上個禮拜美股走高之後就沒有高點了 漲多就開始區間嘛 然後呢昨天又跌下來 現在離那個月季線沒有很遠 好你還記得嗎 當初10月13號 那時候我就說你要提防什麼 美股修正乖離 當美股漲上來的時候大家都很高興啊 可是如果說美股它不漲的話呢 那當然你台北股市的高點就不多嘛 對不對 所以10月13號 是美國股市的10月12號 結果呢漲多是不是修正乖離 大問題它昨天跌下來開高走低啊 大家會比較擔心啊 原因在哪裡 是因為紓困案到底過還是不過 現在真的是 讓市場上不是只有 不是只有美國了 全球投資股市的一些投資人啊 心情七上八下 昨天美股會開高走低是因為 美國選前紓困的機會渺茫 眾議院的議長 他要求白宮 在20號之前跟民主黨達成協議 不然的話大選之前啊 就不可能過了 就不可能過了 那財政部長呢現在人在中東嘛 要20號才能反美 所以市場看起來 好像要過的機會很渺茫啊 結果呢失望性的賣壓出龍 好 那現在重點是 他到底會不會過 會不會在最後一刻他就過了 好那我可以跟他說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只知道一件事就是 如果這次20號真的不過 也就是說到明天都不過的話 朋友們 下次要過的時候啊 就是換新總統 那美國新總統就任差不多在1月份左右 所以呢市場認為說 當你這次不過的話 要等到明年2月 要等到明年2月 好那同學你想一下 如果說公安一直都不過 那你認為 美國股市這裡會大漲嗎 機率不大嘛對不對 好如果說蘇空案真的確定不過的話 那你要預防什麼 美股會不會壓回哦 那如果說美股這地方 既然蘇空案不過要大漲機率不大 那反而還有壓回的壓力的話 好那各位 那台北股市問題就來了 問題在哪裡 好那各位我今天測標 我都沒有變 因為我覺得 這個重要的關鍵時間點要先過 那到底未來台股會怎麼去走 除了蘇空案之外 還有就是明天的結算 為什麼這麼說你仔細看 昨天台北股市漲 那今天台北股市只不過是小跌嘛 可是你會發現啊 昨天的月線就跌破季線 對不對好到現在為止 因為你季線一直上揚嘛 那你現在月線是跌下來嘛 現在差距又開始擴大了 現在的月線在12695嘛 季線在12707 也就是說當你這個地方擴大之後呢 慢慢的 這個地方它會不會形成什麼 死亡交叉 什麼意思 我昨天有跟他講過嘛 什麼叫死亡交叉 今年3月份就是過完年之後 台股在走震盪 但是這個震盪 你當你月線去破季線之後 又出現死亡交叉的話 結果台股賣壓就開始加重 對不對 為什麼會有這個現象 好因為 月線本身是屬於法人的成本 季線呢是屬於散戶的成本 也就是說這兩條線的成本 都是往下的時候呢 從過去歷史來看 幾乎都是走修正坡 好那這個重點呢 我們在近期也跟大家一直提示過 你看 上個禮拜一 我就跟他講嘛 月線是在上個禮拜三 季線在上個禮拜四 我就說都要扣高點 好都要扣高點 那後半週我就說這個盤 它會形成開始高檔震盪 好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我跟他講 要提防美股修正乖離 當你美股修正乖離 那你當然台北股是上不去啊 所以台股有沒有震盪 有了齁 台股高檔震盪嘛 那這地方的震盪盤局到現在為止 我說要提防什麼 月線破季線 那已經破了嘛 對不對 好那重點來了 既然你已經破了 那這兩天你又看到好像 昨天是漲的 金銅跌幅不中 那原因到底在哪裡 好我昨天跟大家說過 我們依照這幾個月的狀況來看的話 其實都跟期貨結算有關 好為什麼這麼說 你看 這裡是9月16號的結算 上個月 前一個月是8月19號 當結算之前 你都會看到好像有那個撐盤的力道 對不對 但重點是結算完之後呢 它會急跌嘛 結算完之後 會不會出現賣壓嘛 對不對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現象發生 那是因為 這兩個月整個外資期貨的倉位 它跟以往不一樣 也就是說 這兩個月外資的倉位最高 只有三萬兩千多口 然後呢 當你最高只有三萬兩千多口 你結算完之後呢 你的水位只有兩萬多嘛 一次兩萬多一次破兩萬嘛 對不對 那這代表著說 你台股失去什麼 支撐的力道 有沒有 所以出現什麼賣壓嘛 所以為什麼我今天測標跟昨天都沒有變 如果台股在明天結算完之後 外資期貨的倉位沒有站上三萬口之上 要回到兩萬多的話 朋友們要留意啊 台股到時候會不會像這樣子 又出現賣壓 好 當你如果說是出現賣壓的話 那各位 那就重點來了 剛剛我們一直提示過嘛 你台股不可以出現什麼 月季線死亡交叉 因為這兩條壓力一出來的時候呢 台股一定會有修正 所以呢 現在的重點在於說 如果結算完之後 台股是出現壓力 或者是說啊 美國的紓困案是確定不過的話 美股上不去搞不好會跌下來 那你台北股市 月季線就岌岌可危嘛 對不對 好 那到底要怎麼樣去研判 它會不會出現什麼 死亡交叉 好 各位你去看 我說這條季線是一路往上 你現在是月季線 你現在季線的成本在這嘛 你明天開始就上來這裡嘛 之後呢 也要將近有兩個月的時間 就在這個高檔區嘛 對不對 那這個高檔區的位置區的下緣呢 將近差不多在多少 一萬兩千五百年左右 那你就是說啦 你台北股市如果說是破月季線的話 我跟你講這很容易就會出現 死亡交叉出現 所以這樣的盤到現在為止 因為可能很多不確定的因素 到底美股 到底會不會紓困案過關 我說以後等到最後一個才知道啊 那我不知道會不會過了 但我只知道說它不過的話 美股是一定上不去嘛 因為你要等到明年二月份 才有機會再紓困嘛 對不對 那如果說美股有壓力 那你台股怎麼可能避得了 所以要特別注意的是 後面的月季線 會不會出現死亡交叉 OK好 重點來了 那到底這個盤上怎麼做 對啊 要怎麼做 之前我們有跟各位講過了 10月14號的時候我就說 要預防再次盤投嘛 對不對 到現在為止你會發現啊 怎麼搞得這兩個半月以來 指數要漲都漲不上去 要跌嘛 好像看起來有的時候呢 又稍微拉一下 但是呢 它就是維持一個區間盤局 當你維持著一個區間盤局 又加上量縮的話 這是比較偏弱 所以我之前有跟大家提示過 有高點 既然你沒有買盤 那你有高點 你就去放空嘛 你就去做一下避險嘛 當然不是說叫你從指數啦 從個股啦 你可以先從指數的角度裡面 去做切入嘛 舉個例子來講 今天早上 台股連量都沒有 你認為它會漲到哪裡去 所以今天早上呢 9點22分 你看喔 我就跟你講12905上下5點放空 結果呢 將近快到25分的時候呢 就來到12905 對不對 這代表什麼 你一定空得到 會員怎麼做 我會在節目裡面怎麼跟你說 我不會無中生有啦 有做到我們來算 沒有做到就不算了 那也不會拿出來就說了 所以呢 早盤叫你去放空的點 一空到之後 結果咧 台股是不是殺下來 這一殺下來之後呢 我跟我們的會員講 12 目前12845 請在此附近呢 空單市價回補保持空手 所以咧 今天我們的操作 因為今天空間不大嘛 但是呢 我們就賺這一段 最好賺的這一段 多少點 將近60點 有沒有很清楚 好 那各位你想想看 這樣的操作模式 不是一天兩天 從整個台股在7月底 爆大量建高點之後 到現在為止啊 這兩個半月都是維持區間啊 那個時間點我就跟各位講過了 台股爆大量建高點開高走低 那個高點看到了 後面會不會過 還看後面的發展 但是這兩個月以來 從7月28號 我們就開始逢高空 有沒有 整個7月底到8月份 我們都掌握逢高空的一個空點 所以呢 這樣的一個操作模式 你會發現到 風險不是很大啦 但是呢空間很大 我今天絕不凹單 我用最小的風險 幫你賺取最大的利潤 所以咧 7 8月逢高空的成績 再來呢 9月份逢高空 後面有幾筆呢 稍微去搶一下反彈 你會發現成績也還不錯啊 100點80點60點100點 60點90點有沒有 然後這邊60點 這兩筆加起來100點 這兩筆加起來也100點 這裡呢也有80點 有沒有 好到10月份呢 你會發現到 之前也是一樣嘛 都逢高空嘛 逢高空完之後呢 你看有的時候做兩筆 這有135點 這樣子有85點 這裡有90點 像今天呢有60點 所以你穩穩蕩蕩的去掌握 整個指數的一個空間 你不要去一下說 一下忽多一忽空 這樣子對你而言啊 你會兩邊巴而光 所以呢 你想掌握這個盤式裡面 我預計喔 如果索困案 真的沒過的話 後面的震盪 一定會加劇 好一定會加劇 但你問我說 老師如果索困案過的話呢 過的話是不是代表說 美股就一路要衝高 現在還未必啦 為什麼 你看到現在歐美疫情 都在爆發嘛 對不對 那跟之前三月份 台股死亡加差那個爆發 那一段修正坡是一樣的 所以呢 未來的震盪一定會很大 那如果說你想去賺取 那個比較大的一個空間的話 我建議你喔 趕快跟著我們一起來 好不好 像今天喔 如果說你昨天打電話進來 你擔心什麼會費的 今天這樣一擔下來 你就做到了 不就做到了嗎 所以咧 想要掌握後面更大的空間 穩穩蕩蕩操作的 很歡迎你過好年計畫 我帶你賺到封關 好不好 那這個方案呢 絕對不增加你的負擔 我希望在農曆年前 能夠幫你掌握到 一筆不小的財富 讓你能夠穩穩當當的 好 很安心的去過你那個農曆年 好不好 那有任何的需要 歡迎你 趕快把握這個機會 那待會回來 我們就來看啊 那個股要怎麼看 更重要的是 大家都叫你買 每天都有標股 可是講不出來標股在哪裡啊 那到底個股的操作 要注意到哪些地方 待會我來告訴你 當他們講不出標股 我可以告訴你 未來的方向在哪裡 好不好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待會回來 好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要播通就让您发很久发很久 2781 0909 好欢迎回到现场 台北股市呢昨天是涨的 不过今天下跌跌幅不重 但市场是人气涣散 你看那个成交量连1500都不到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第一个美国中冬选举未来会怎么样 那还不知道 那原本在20号 也就是说这一两天 就是那个美国的苏国安到底能不能过 也不知道 所以呢市场会很观望 会很担心 会想说到底怎么办 要怎么去做 那我的看法是这样 我说苏国安过不过 其实明天就知道答案了 那如果说没有过的话呢 那就要注意了 美国股市一定上不去 下跌的机率比较大 那接下来呢台北股市要预防什么 这个地方会不会出现死亡交叉嘛 再加上明天是期货的结算嘛 结算完之后呢 我这两天有跟大家讲 卖压会不会在下周就本周啦 会不会后半周出了 因为从过去历史来看嘛 前面这两个月 外资仓位不够的时候 结算完就跌 结算完就跌 如果说这地方是跌下来的话 那就会有什么 死亡交叉一出现 好那一出现很麻烦啊 因为我从八九月份 我一直告诉各位 你持股不要买太多 那葡萄人你想一下 从八月份九月份 指数在这边维持一个盘局嘛 市场上都会告诉你 有标股啊 那标股在哪里 生计涨去讲生计 风电涨讲风电 太阳能涨你去讲太阳能 Apple最近发表iPhone12 Apple好像又有机会 又去买Apple 对不对 所有的概念个股你都买一遍 买到现在为止呢 哇股票一堆套了 因为我们最近啊 当很多投资朋友 去做一些持股整斗 我发现都是这个现象 买一堆 但是都没赚到钱 好那如果说这个地方啊 台股这地方涨不上去 而是出现下压的话 月季线一死亡交叉 同志你想想看 现在很多时候你的股票 如果你用融资买的啦 我还是告诫各位 能够不要用融资就不要用 因为总是有风险 像这一次啊 如果说台股是出现死亡交叉 那你用融资买的人呢 你要预防 维持率会不够 为什么 因为你会发现到 这波很多股票一路跌嘛 像之前的大力光嘛 好不容易这两天有谈嘛 对不对 为什么会谈 跌够深了嘛 但问题是呢 也是正好遇到期货结算 稍微撑一下 但问题是期货结算完 外资如果仓位不够的话 他还要很长一段期间 去走盘整 但是你看这些融资就知道了 全部都在等解套 对不对 好那再来 现在比较担心的是 那个半三腰的股票不能跌 因为你现在的维持率 是有一些半三腰的个股在撑 举个例子来讲 你看双红 如果说这地方再跌的话 那就头部完成了 那这一跌下来呢 一定会压低你的维持率 对不对 比方说什么 2458的一龙天 也是一样嘛 都是维持盘距嘛 那这一般如果说跌下来的话 一定会压低什么 你的维持率嘛 比方说8081的智新也是 你看都是维持区间嘛 操纵 这一类型的个股都一样嘛 不能再跌啊 如果这些都走补跌的话 很多散户的维持率一定不够 所以我最近这几天一直跟他说 持股能够稍微调整会比较好啦 不要说满手股票 然后呢前面的股票都套牢了 那你的老师每天都跟你讲 有标股标股 标股在哪里不知道 就拿那个最强的来跟你说 然后呢那些股票你又没有 对你有点一点帮助都没有啊 对不对 每次跌下都跟你讲 大跌大买啦 机会来了 好那各位 什么叫做机会 这个市场大家都叫你做多 大家都叫你拼命嘛 可是从来没有人告诉你机会在哪里 我叫你多保留一点现金 是因为我要去掌握那个最佳的机会点 那什么叫做最佳的机会点 各位我们来仔细看 因为以目前的盘势来看 指数现在都在走区间嘛 那最近这几个月全球股市的状况都一样 你看到欧美的疫情都在爆发嘛 那这个时间点呢 遇到这样的一个环境 你有没有去想过 到底这样的环境里面 后面真的给我机会的方向在哪里 在哪里我们仔细来看 你要从什么角度去看 国际的产业的角度去看 什么意思 你注意看 到目前为止还能够再创历史性 后来就说还能够再持续创新高的股价在哪里 各位你注意看 是苹果吗 苹果股价分割完之后呢 你会发现爆大量 因为分割便宜了嘛 大家去买嘛 买到现在为止呢 没有上去 如果我们当作是那种除全息 把它还原全息来看 就横在这里 横在这里又爆大量 似乎有做头的迹象 方向不在这里 会不会在Tesla Tesla股价分割完也是一样 都是爆大量散户进去买 结果就横在这地方 横在这地方 所以也让你看到啊 Tesla如果还原全值 也没有创新高啊 对不对 那到底这个未来的方向在哪里 我要怎么去抓 各位你仔细看 现在这种市场 全球的环境里面 还能够让股价再创新高的 我跟你讲有一个方向 方向在哪里 在这里 你看这档股票 一路在创新高 它叫做松田制作所 这档个股是日本股市的股票 那这档个股 为什么能够一路创新高 它是做什么 我跟你讲 它是做被动元件 这档个股是被动 全球被动元件的龙头 结果是不是创新高 它从今年低点到现在为止 涨了差不多六成 一路在走高 但是有一档个股 涨得比它更凶 在哪里 在这里 叫做太阳诱垫 这档个股一路创新高 它创19年以来的新高 重点是 它是做什么 太阳诱垫 看起来好像做太阳人 对不对 不对啊 它做被动元件的 那你现在会发现到 全球股市都在走震荡 似乎在做头 很多股票都跌下来 但是在日本股市里面 做太阳人 尤其是属于上游一点的 零组件的 原物料的是创新高 创19年新高 在日本股市里面 全球的被动元件的龙头 它也是在创今年新高 为什么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 苹果分割完 大家都在买 结果创不了新高 特斯拉也是一样 但是在日本股市里面的 被动元件 从龙头到做原物料的 全部都在创新高 这是因为 现在5G的发展 都是那是确定的嘛 那你在5G发展 确定的情况之下 那个发展的趋势之下 被动元件 尤其像这档个股 春田制作所 它主要的主力产品 是要做陶瓷电容器 它是5G里面 重要的原物料 那也代表着说 5G在发展过程里面 它需要原物料嘛 对不对 所以呢 为什么原物料的被动元件 能够创19年来的新高 所以你要问我说 老师啊 那个未来方向在哪里 我们要去怎么去找那个机会 我已经告诉你答案了 被动元件一定有机会啊 但是在被动元件里面 跟5G有关 又做陶瓷电容器 然后又跟5G的 那个原物料有关的 我可以跟我讲 股票在哪里 在这里啊 这档个股 它是5G跟第三代 半导体材料重要的供应商 如果你从它的营收来看 你会发现到 它9月份营收 创这一年半以来的新高 那代表着说什么 它是真的有那个获利 真的是有那个需求 所以呢你会发现啊 到现在为止呢 这档个股 9月营收年成长49% 本益比呢只有14倍 股价在低档 所以当机会到的时候 我会带你进去做 问题是你要先避开 你手上的那些一堆的股票 到时候会不会有融资 追缴的风险吗 我到时候机会来了 你要怎么买 我问你你要怎么买 老师没有钱买了 股票都套牢啊 不是这样子吗 所以他说没有 我真的是把你的钱当钱看 该做的时候我一定会做 但是我连方向都找好了 重点是 你不跟着做 机会来的时候呢 你都永远都在追高嘛 对不对 比方说还有呢 像指数 该掌握的空间 我也会帮你掌握得到 这是今天的操作 所以呢 不管指数或个股 你要好好把握 后面震荡盘局会比较大 那这个震荡呢 我觉得有这个空间 你就一定有这个获利 好吧 那认同我们操作方式的 怀疑你 过好年计划赚到封关 民而而满我们就结束了 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广告之后 打电话进来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本投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未经许可持有a 这一天 对